主表单,这个主表单就是说我们开启表单之后的几个按钮 就可以让这些我们总共有六个表单跟六个报表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先按一下这个表单 表单之后我们再特别注意使用设计检视建立表单 记得是表单 打开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主表单 这个所谓主表单就是说将来这个主表单上面会有个横幅 这个横幅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主管是甲的相关资料 上面有个横幅叫做主管是甲 就是我们这个资料库的名称 就是主应该是我们这个资料库的名称 土不知道是土什么 土管 管理 管理吗?土是什么?土 土木 对啊,土啊,土管啊 土管市甲 那这个市甲应该是年甲班了 所以我们上面就是做一个横幅 土木大学 土城大学,土城有大学吗? 土城,土城只有什么看守所 对啊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综合起来 那底下呢,就是一边就是表单的按钮 一边就是报表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呢,就会跳出你的作业出来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呢,我们就开启这个表单嘛 那表单里面呢,当然总共有六个 比如说呢,我们这边表单的部分有六个 包括就是学生基本资料 有单单试还有表单精灵 还有一样嘛,总共也是六个 还有健康检查表 单单试跟这个表单精 那我们做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开启这个范围之后呢 我们先在上面建立一个叫做土管市甲 比如说叫做土管市甲的一个标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上方要加入一个这个横幅的话呢 我们一样的方式 在利用元件设计师加入一张土档 土档横幅 那你任意自己去选取 这个地方的话呢,选取一个土管市甲 比如说土管市甲 这个好,下一步 感觉比较阳光一点 那这边的话就是土管市甲 土管市甲 好,这样就出来 表示说它的班级名称 再把它汇出至影像最佳化 另存新档就可以 那接下来就是直接把它存在你的标题里面 然后070703 这边就是也是这样土管市甲 好,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再切换到刚刚的这个 这个SS表单里面 并且把那一张图档把它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直接找到刚刚的这个土管市甲 那这一张图档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题 这个标题部分产生之后呢 底下的范围你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 因为接下来呢 我就要在这边呢 做表单的六个按钮 这六个按钮分别就是说 怎么产生呢 按下指令按钮 然后把它拨拉出一个范围出来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这个指令按钮精灵 那因为我们是要开启这个表单 所以呢 你在表单操作里面呢 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开启表单的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呢就是说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表单操作里面的开启表单按下一步 接下来他要问你说 那你要开启的是哪一个表单呢 这里我们先开启叫做 学生基本资料的单栏式好了 按下一步 接下来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直接按下一步 开启并且显示所有的记录下一步 然后呢文字 这个地方请选择文字 然后把它改成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学生基本资料 那 看干脆这个地方 开个01好了 这叫表单 把它改成单栏式表单 好 那这地方按下一步 就是学生基本资料 单栏式表单 那前面加一个01好了 记得这地方用文字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这个地方就完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多一个按钮 那利用同样的方式呢建立01到06 总共有六个按钮 这个地方就是表单 那右边的部分呢就是报表 那一样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 第二个按钮一样的方式 把它找到表单操作 然后开启表单下一步 然后找到学生基本资料的表单精灵 下一步 下一步 文字记得改成文字 然后这边把它 因为刚刚输入 我已经输入过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它复制起来 把它改成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表单精灵 然后面我看表单不要 就是表单精灵 按下一步 好完成 那这边的话就产生第二个按钮 把它拉宽 那以此类推就是说 一样同样的方式 产生表单部分呢就六个按钮 那报表也是六个按钮 所以呢报表部分呢 我们一样的方式 那报表怎么产生呢 这边注意哦 这地方就是叫做 报表操作 然后就是 这边特别注意哦 它没有开启报表 但是我们要选哪一个呢 预览报表 对没错 下一步 那这边的话呢 就选择 学生基本资料 我们先从这个 单单事先好了 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一样用文字 就直接输入01好了 01 然后写基本资料 单单是的什么呢 报表 报表 好 其实刚刚你会猜 奇怪为什么老师直接 打一个字 后面就一下出现了 其实我刚刚有 偷偷按那个Ctrl加C 就复制嘛 因为有些东西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重新一直打 很浪费时间 所以你就到这边 就Ctrl加V 就贴上了嘛 下一步 按完成 有没有 好 那这边一样的方式 有六个按钮 那最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地方按下去 有没有 就跳出来了 把它关起来 它又跳回原来的 有没有 按下去 有没有 就跳出那个 就是说你变成说 有点像一个程式一样 它可以直接让你去 执行你要的那个 那个结果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等于是有一个叫首页 有点像网页里面的首页一样的道理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 你们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记得就是说 第一个动作就是说 到表单 不是报表 表单里面的使用设计检释 建立表单 这个地方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地方上面 把它先拉大一个区域 并且在上面先加一张图 然后再按指令按钮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再按钮 再按钮 行 终于 准备 然后再按钮 然后再按钮 二 二 五 五